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资本在中国的无序扩张可以休息 12月16号到18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透露出很多重磅信息 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严禁复杂的国际形势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我们中国保持了战略定力判断形势准确 进行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 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同行协力付出了艰苦努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 我们国家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 科技创新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民族复兴委员向下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这次会议上 中央确定明年要抓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能力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口控能力 强化反垄断和资本无需扩张等八项重点任务 在这里我想就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谈点看法 这一条是放在八项重点任务的第六条 新闻通稿中是这么表述的 说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 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但是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 健全数字规则 要完善平台企业 垄断认定 受据收集使用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 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那说到这我想大家就明白了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10月24号 第二届外滩的金融峰会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联合国 受此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马云 发表演讲 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表示了不满 11月2日晚上 证监会发布通告 央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四个部门 联合对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马云 董事长 锦贤栋 总裁胡晓明 进行了监管约谈 四部委同时约谈一家金融机构 或者是金控机构的领导层 历史罕见 11月11日 上交所宣布 暂缓蚂蚁在扩创馆的上市进程 有人说 这是监管层对马云胡言乱语的报复 从11月10号到12号 两天的时间 阿里 屯讯 京东 美团 四家互联网公司的股票 大幅下跌 市值蒸发2万亿元 12月14号 国家世上监管总局公布对三起没有依法申报的收购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阿里巴巴 粤文集团 风潮网络分别处以50万人人民币的罚款 之前呢 反总的案是集中在汽车 医药等领域了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崛起 出现了以阿里为首的阿里系 以及后来的京东为首的京东系 这背后牵扯的是国内无数的中小企业 以阿里京东 美团拼多多为首的这些企业 几乎主导了人们衣室住行的方方面面 这些企业的靠着一个个的技术创新 成为行业的先行者 再通过低价的搭售和烧钱的手段 赶走 摁死其他的竞争者 坐稳行业霸主以后 利用大售据和独家散发 将用户牢牢地绑在自己的平台上 垄断用户的需求 不给用户选择其他平台的余地 而且大售据杀手 理见不鲜 什么叫大售据杀手 就是同一件商品 平台根据顾客的画像和大售据 计算出哪一部分顾客付款比较爽快 对价格不敏感 那么这部分顾客的价格就更高 这叫大售据杀手 与此同时市场竞争 必然绕不开资本之争 在疯狂烧钱的市场争夺战里面 很多中小企业不堪资本压力 纷纷倒闭 某种程度而言 巨头之间已经对各个行业形成了垄断 留给中小企业揣袭的空间 已经很小很小 反垄断的出现 就是为了整顿这种不公平的竞争 让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另外关于资本和大售据 对国家安全的冲击或影响 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因为时间关系 这里就不多说这个事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专门谈这个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下期节目再见 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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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